画面来到之前刘依呆的那栋大楼之中 此刻刘依已经和冷面开始商量对策 冷面先是说道 根据之前在圣徒群中后花园所提供的资料来看 后花园这次的聚集 针对的对象就是大舅哥 然后冷面站在对方的立场 开始思考对付大舅哥的对策 他觉得他们要提防对方的事情有三点 第一 强制一对一的技能 第二 持续的控制技能 第三 全面限制自身技能 他得出的结论和远古所计划的真实如出一辙 然后冷面就问大舅哥 对这三点是否有针对性的办法 刘依则直接表示自己没有 然后并表明 这就是他先前为何没有答应带上他的原因 因为他并不是无敌的 他的能力虽然强 但也没有达到超脱玩家的那个程度 冷面听到刘依这样说并没有失落 反而是黑黑地笑着说道 这样啊 那我知道我在我们团队中的作用了 我的尽力是封禁 并且走的是敏捷专精路线 我可以做前锋侍后 专门为你探查情报 说到这里的冷面越说越起劲 他的情绪也是逐渐自嗨了起来 只见他转说为吼 虽然危险 但是作为采花团队的一员 我要担起我的责任 而刘依看着这突然情绪高涨的冷面 瞬间无语地呆在了原地 心中暗自吐槽 什么时候连名字都起好了 还有 这采花团队是什么鬼啊 不过刘依心中 还是挺希望有这么一个情报员的 毕竟对付的是后花园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随后 刘依便向冷面说道 你确定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冷面则是笑脸相迎的爽快答应了 并且还表示 一定会和大舅歌供进退的 刘依和冷面的采花团队 也在此刻正式成立 而就在他们刚达成共识的时候 门口一个声音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随后 就见一个帅气小伙 出现在了门口 并且向冷面表示 他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 他也要对付后花园 这帅哥叫纳豆 是一名普通人 冷面听到纳豆的来意之后 并没有答应他 同时还要既赶快回去避难所待着 可纳豆则拿出手机 表明这是小森留下的 这里有小森最后的死亡画面 而这时的冷面 瞬间瞪大了双眼